大概40公尺 超常邊的圍牆倒了 而且是一整片長達40公尺 全部瞬間倒塌 轟然巨響把附近居民嚇了一大跳 這倒塌的圍牆 還壓到停放路旁的轎車上 車窗 車門 車身都受損 消防緊急圍起了封鎖線 並設立三角錐警示 要路過的民眾千萬別靠近 意外發生在29號晚間近9點 麻豆國中操場旁的圍牆突然倒塌 校長說一聽到消息 立刻趕來現場處理 那學校這個圍牆其實蠻長的 那年代也比較久遠 那麼也有旁邊有一些榮樹 那最近因為連幾天的那個下大雨 可能土質也比較鬆軟 所以瞬間倒叉 比照Google地圖 廠長的圍牆就在操場旁 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了 校方說這圍牆打算串聯到校門口 設置通學步道 顧問公司廠刊估價 沒想到還來不及施工就出意外 車的部分我們也 昨天也都有聯繫到車主 相關的賠償保險的部分 我們也都聯繫保險公司了 都在積極的處理當中 還好倒塌的圍牆沒有壓到人 造成車主損失 校方表示會議規定負責賠償 TVBS新聞顧鎖昌 檀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